女生每個月親戚探訪那幾日所受的痛苦, 男生這輩子都不會了解為何總是變得脾氣暴躁, 男生鬆爆頭也無法明白有一次,女友就痛得臉色發白, 全身無看,她表情有點扭曲地跟我說,可不可以幫我切了個紫缸? 不,不如飲飽擴裂加暖水,我上網看過些人畫work,為了減輕她的痛楚, 我上網尋找了很多秘方不是個個人都work, 同我痛到不想飲飲暖水袋,我製個暖水袋給你, 前排我還買了暖水袋作急救支用我熱道成個人出汗了, 朱古力,你無聽到我剛才說痛到甚麼都不想吃嗎? 她的聲線變得有點像驅魔人中被邪靈上身的女人 還有甚麼其他方法,還有甚麼可以做,我大概能想像到那是甚麼程度的痛, 因為男生不管怎樣痛,都不會讓著要割掉高遠, 女生有多痛可想而知不過除了痛楚,更難搞就是脾氣會暴躁得莫名其妙, 就算隔空也會遭殃你的電話收得好差,搞到我好頭痛,可不可以走去其他地方? 但,但是我現在搭緊車,不如我遲少少打給你,不准收線,要陪我,經歷過以上事件。 我終於個誤到,其實在這幾天,男生連呼吸都有罪而且不存在真正的解決變法, 作為男朋友唯一可以做的,就只有默默忍耐因為他公司的同事, 上司都不會體諒他,他又不可以隨便找朋友來發洩, 最後只好全都發洩在男友身上,若連最後的止痛藥都因為怕受罪而遠離他的話, 也就太慘了,才幾日疑疑,是男人的就咬緊牙關交出內心陪伴左右罷。 若有人發明一種藥物能令那幾日相反便得心情愉快, 沒有痛楚又很舒暢的話,我相信全地球的男女都會狠感激, 舒展手賣,就算愛狠苦簽名會及售賣地點於專業置頂。